好,然後我們把它沖乾淨 基本上沖了它就比較不容易損火 我們有在做台南市政府的這個得標案 所以說我們就專心做 那沒關係,遇到一些議題 像上次我們一樣遇到陷阱 我們就講我們陷阱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特別遇到比較特別的例子 洞穴 像這樣子一個洞穴 它的辨別方式就是 看這個地方是腳印 像大麻的葉子 大麻帆 這它的腳,然後尾巴拖進去 這個地方就一定會有 你看看這個地方 這裡全部都是一條一條的 這裡都是一條一條的 這裡都是一條一條 所以這個洞可能也有 可是它被封起來了 很久沒見了齁 大概半年沒有發影片了 那記得分享一下 我們把這一部也沖上百萬好不好 讓大家知道以後遇到這種龍穴該怎麼辦 我們拿這個機子 這個機子是幹嘛的 這個機子就是要拿來看這個洞穴到底有沒有 有時候洞穴比較深 我們不會直接挖,會挖很累 我們會先看有沒有 它很好用,像這樣 好噁喔 有沒有啊 看有沒有蛀牙 它這裡有一個蛋 是蜥蜜的蛋沒錯 你看一下 所以說有一隻媽媽 這個蛋掉在這 這個戳破就黃了喔 你們看一下 我把它壓下去是變黃色的喔 HELP 有沒有 對 這是一定是蜥蜜的蛋沒有錯 還不行 趕快可以輸喔 ади太離譜了 我都挖力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黑哥的 在野外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下 要嘛就把牠全部挖出來 要嘛最好是灌肥皂水 就讓牠這個蛋的表皮氣孔被淹沒 這個蛋就會死 牠們那個感覺來了 牠們就是一直下蛋 我們最早有部影片也是抓到一隻馬 一回來就瘋狂的生 這個地方因為是鬆軟土 這個土就很鬆軟 它很好挖 所以這邊很多這個中肌 全部都是 牠們的很好的住所 也很好的繁殖 牠們的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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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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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幹嘛 嘿 What happened 等一下是 是從下 我好像是樹根啊 哈哈哈哈 欸 哈哈哈哈 就是 欸會很可 你在探索穴是很可怕的 沒了吧 嚇死我了 媽媽不在家 他有一隻不是衝過去那個水就是媽媽 對喔 二補一下畫面 他在哪裡 跑過去了 跑去後面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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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隻跑超遠 喔 手好痠喔 38 38 38 啊 沒了吧 這是在 洞裡的蛋啊 來 清點一下 不用 等一下 3 353637 你要吃早餐嗎 大家一起說 喔 土豆 我跟你們講 基本上 他在裡面 在土裡面 他是白色的 因為他是這樣 他是依序的這樣子放著 他有一面是可以呼吸的 這蛋會呼吸嘛 好 然後我們把它沖乾淨 基本上沖了 他就 比較不容易損火 別阻斷 喔 你聽到聲音嗎 咕咕咕咕咕 讓他呈現的 有這樣子的 狀態 我覺得是比較好啦 就是有點碎 其實要再多弄幾次啦 一般在野外 我們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就是想辦法把它淹沒 但是最好是肥皂水 這樣就夠了 等它沉下去 像灌奴貝亞一樣 一般獵人看到吸的蛋 其實不太會理它 因為沒辦法換錢 如果蛋可以換錢的話 就有眼鏡蛇效應 大家就想要去繁殖 然後用蛋去換 各位獵人如果有遇到的話 就是結束一下 真的不要把它變成 永續事業 這樣也不好啦 我們就把那些蛋弄破 走 就是 在他們還沒成為生命的時候 把它戳破 也比出來看到這個世界之後 然後下一秒就不見了 來得好 來 預備 3 2 1 1 2 啊 對不起 多操 我想說 喔 不會那麼 算了 我們這樣做好了 用擠的 好了嗎 好 1 2 3 阿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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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彈就是彈啦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點噁 如果是雞蛋可能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在台灣雞蛋好像有很多武器 拿雞蛋去 好像水分比較低 好了嗎 差點上我的眼睛 還在叫 好 OK 好了 你看 這樣子37顆 比我們抓37隻還要容易 但是全台灣有幾萬個洞穴 要這樣子戳 是比較難的啦 最好還是請 有沒有一些學術業者 學術單位可以研究 怎麼樣讓這個蛋 是沒有破的 你看 喔 還有點 這樣可以當水料耶 對啊 啊 我們又再次拯救了 37隻的誕生 好不好